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2020年8月15日 是星期六來的 繼續有John Connor 跟大家在廣播 這一節是單人廣播 我們繼續在 英國 超時空廣播 目前轉移到蘇格蘭 今天呢 應該就上載了一個影片 在這個 蘇格蘭的高地那裏拍攝的一個現場環境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到這裏的環境 氣候風景 全部都很漂亮的 夏天來就很好 冬天我們沒有試過在這裏 不知道這裏到底有多冷 好了 今天繼續有很多新聞要跟大家說 先說一些本地新聞 這一節要說的呢 就是我們這些香港的容官 邱騰華的人 告訴大家 即逢是在香港從事過商業的人 做生意的人全部都知道 邱騰華本身是一個一等一的容官 本身 即是毫無正職 一些 事情都做不到出來的 你跟他談生意 即是怎樣幫那些企業 去發揮 大家都知道這個根本是一個垃圾 跟張建宗 齊名 是一些垃圾官員 這些 很多comment 其實是來自親建制陣營的人 即是說出來的 那麼這個邱騰華為甚麼要再拿出來說呢 今天有個新聞就是 關於那個 Made in Hong Kong 即是關於美國制裁 Made in China的問題 這個邱騰華 即是就出來 就是 就是 出來說話 因為其實真的是關於他事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其實很多關於 香港做生意 關稅 貿易發展 國際關係 獨立關稅區 每一件事其實都是關於這個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事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過往那麼久以來 發生了這個 時代革命 一路出來說 又說怎樣失業 跟著又有這個 保漢肺炎 在全球肆虐打擊經濟 你沒有見過這些官員 出來跟你說一些方案 是切切實實 是能夠幫到 市民以及幫到 香港的營商 是能夠幫到他們改善生意 作為一點也沒有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到底你其實 你做了些甚麼跟商務有關的呢 當這個特首 777林鄭月娥要頒下這個 犯罪令 限罪令 不給糖吃 陳肇始出來跟大家說 原來 當日頒這個令的時候 醒不起 原來 香港市民是有人要上班 是要在外面吃飯的 你是不是吹到啤一聲 聽到這些說話 當日 你作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局長 你死定了去哪呢 邱騰華 你是不是應該出來說話呀 出來反駁陳肇始嘛 你到底做了些甚麼 捍衛香港經濟呀 其實甚麼都沒有做過 一個垃圾傭官 要該做的不做 要鋪頭的時候 要不鋪頭 當然啦 這個誰都知道 邱騰華就是 林鄭月娥 777的一隻馬仔來的 基本上 是牛鞋底的 只是聽林鄭說話而已 林鄭 有很多癖好而已 有自己的班底 有些人是相信 有些人是不相信的 例如這個 Pan B 張建宗 一直在100萬人上街 200萬人上街 一路都在 暗自高興 打算做Pan B 然後 一大堆人出來打算做Pan B 連湯家驊 葉劉淑儀都撲出來 終於有一天 大家都記得了 這個叫做邱騰華的 搶襲出來 代林鄭月娥搶襲 出來公佈 財政預算案公佈的一些 政策 搶賣陳茂波 搶賣林鄭月娥的頭馬位 邱騰華 你當時是不是很高興呢 是不是想著 有機會 林鄭月娥的人不選張建宗 沒有陳志思沒有份 葉劉淑儀沒有份 比家超又被打入冷宮了 是不是輪到我呢 你是不是這樣想啊 邱騰華 我真的告訴大家 他真的是這樣想的 這些人就是 出名的垃圾官員 只是想著等升職 叫他做小小事 做不到 竟然現在出來跟你說 一個年那麼少的東西 疫情對抗不到 香港社會問題 振興經濟振興不到 過往任何政績都沒有的 連犯罪令 連香港市民要在街上出街吃飯 有人要上班 連說給陳少子 只聽 有件這樣的事都不敢說的一個垃圾官員 竟然現在出來跟你說 香港 就著美國的制裁 香港會推出反制措施 相信他應該是弱能的 你應該驗一下腦子 如果有人相信 如果有人相信 相信邱騰華這些垃圾官員 建制都出名的垃圾 什麼都做不到的人 竟然跟你說他可以 反制美國的制裁 聽到也覺得好笑 當然大家 就著這個 美國制裁 特朗普政府不批准你香港 再標籤自己做Made in Hong Kong 這件事 大家很高興 捉住了一個關於 Hong Kong Is not China 這個問題 去反駁這個過往 這個不知廉恥 不知所謂的香港政府 過往一些邏輯 的謬誤 大家捉得很開心 但是大家 遺忘了 去評論這個垃圾官員 邱騰華 做官那麼久 一點政績也沒有 也沒有留意到他 一個這樣的垃圾官員竟然跟你 高高舉起 說要反制美國 這個是一個天大的笑話來的 中共說要反制 美國人的時候 當大家覺得很好笑的時候 邱騰華出來 一個這樣的垃圾居然說要反對 美國 香港要做出相應措施 香港要做甚麼相應措施的證明 怎樣反制美國人呢 是不是要通緝美國人呢 還是你叫Made in USA的貨品 如果寫著Made in USA不能夠進入香港呢 我相信你這樣 做的行為只是破壞香港的商務 及經濟絕不是 促進香港的商務及經濟發展 邱騰華局長 一個打算搶襲 出來連上司也不放在眼內 覺得Pan B 自己可能有份 撲出來搶襲的一件垃圾 其實你在建制裏面 除了你是 林鄭的狗之外 其實你有甚麼 有甚麼特場呢 你一點也沒有 基本上你是一件垃圾 你看看你自己作為香港的官員 港英 的官員 過度都過來了 香港的官員 現在那些當然有很多就不是港英官員 不過有很多 香港的官員大部分就是 學了英國人那一套 有高學歷 良好的英文 有國際視野嘛 經常跟你說 政府 大家記不記得 早幾年不停的跟你說 叫你的香港人要有國際視野呀 然後叫你年輕人沒有出路 想辦法回大灣區呀 這些這樣的 即是香港的官員 對於香港 怎樣發展香港的經濟 甚麼知識型經濟 怎樣打破地產商的壟斷 怎樣逃離這個金融市場的擺佈 建立多方面的經濟產業 其實這個 這個局長在這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做那麼久一點政績都沒有 甚麼都做不到出來 現在就是學人 英武學洩 美國出來說要制裁11個中港官員 包括你老頂的林鄭月娥 還有你的同袍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你出來說些甚麼呢 你不是展示給美國人看 和全世界看 你是一個 在香港讀書 有學歷 有學識 英文流利 可以面對國際社會的人 你不是的 你現在這班香港的官員 出來說些甚麼呢 抄 外交部的字眼 抄中聯辦 港澳辦的字眼 港澳辦的字眼 港澳辦的字眼本身已經是抄回來的 批評美國制裁無理 持雙重標準野蠻 橫蠻的行為 又說這個美方做法 很明顯是粗暴干預其他的國家或者地方的一種手法 跟著又要收回 其他國家那一句呀 害怕呀 怕被人說政治不正確呀 甚麼是很明顯是干預 其他國家或者地方呀 請問 你是國家還是不是國家呀 甚麼是干預其他地方呀 你說甚麼呀 邱騰華 你寫好稿才說吧 你說是不是笑話來的 然後又說要審視呀 美國的制裁措施是你可以審視之後 跟著回應的嗎 你有甚麼權力回應的請問 你在香港銀行 你有沒有權禁止人家 在美國那邊做生意呀 把那些香港的銀行 你們搞匯豐就可以了 搞匯豐也不是你搞啦 也不是你香港政府搞啦 你香港政府搞 你也要過立法會啦 也不輪到你啦 邱騰華 運用 運用緊急法那個人的權力 在林鄭月娥手啦 香港有甚麼反制措施呀 香港有反制措施 你也要過立法會啦 立法會是不是你控制到呀 現在 根本你每一件事 你甚麼事都做不到 只是會出來打嘴炮 又說美方禁止美國企業 跟TikTok呀 騰訊呀 進行交易呀 輸打贏要呀 這班官就沒有東西厲害 這條貿易就沒有東西厲害 最聰明就是出來電台做節目 然後背了一篇稿 人肉錄音機的背 出席電台節目 又說批評美方做法 雙重標準呀 然後又說港區國安法是中國跟香港本身事務啦 現在港區國安法是人大通過的 是你中國內地事務呀 還是香港事務呀 邱騰華 到底你分到沒有呀 是國家事務 還是地區事務呀 美國在干預的地區事務 還是國家別國呀 這些 人 其實本身 就是語意不清的 胡哩胡桃 然後又怕自己說錯話 得罪大陸 你不用怕得罪大陸 我告訴你 你一定沒有運行啦 林鄭月娥 北京撐他的原因是因為北京要撐自己而已 白癡 習近平落不了這個 這個台呀 音點完 梁振英做特首 然後叫梁振英不要再參選 選了林鄭月娥 一錯再錯 習近平的面子過不了關 不能夠讓林鄭月娥下台 實際上 習近平易得殺死他 香港好地地 讓你777 弄得壞了 我現在要調夏寶龍呀 駱惠寧下來抓莊 還要人大動用 還要迫核戰書 人大 是吧 上了戰車 披甲上陣 通過港版國安法來對付你香港的人 氣得震驚 你作為了頭馬 你以為你有運行 你發夢吧 其實呢 我說話好像很大聲 我一點也不激動 其實 不過呢 我就覺得 做時事節目 不好意思啊 我覺得說話應該自自鏗鏘的 所以 我就很怕聽一些節目 說話好像含著粒核一樣 尤其是聽慣時事 就很不喜歡聽那些 教人家旅遊呀 煮東西吃的那些KOL 不好意思啦 我覺得他們說話的方法很有問題 另外一個原因 可能我聽到黃老師的節目多 喜歡聽一些 自自鏗鏘的節目 這個邱騰華 不能夠不止出 他 基本上 就是一個 笑話來的 大家也一直看著 很好看的 這班人 一直就是 想怎樣拿著 好處 加入建制 賭人工的 這班人 這班人 就是我們昨天 劉少佳 口中 說那些根本一點也不愛國 可能家人全部拿著外國護照的人來的 所以邱騰華 我告訴你 你不要發夢啦 林鄭月娥 如果做不長 你是不可能接他班的 你已經到了極限的啦 現在北京 是改為用 大陸的官員來治港的 你們的官運到此為止 就算你們不倒下你的香港政府 你們也不能夠再晉升的啦 白痴 是不是 你想想怎麼執包袱 看看律政署那個人啦 說跟律政司意見不合呀 跳船呀 大家看得很清楚 這些人 這些人到他不能夠晉升的時候 就跟你說 我跟林鄭月娥意見不合呀 我現在走了 呼籲別人要做人要有良心 這些人就是香港這一班 聰明仔 像是梁卓妍那樣 是吧 做完一大堆壞事滿手鮮血 然後走的時候呼籲別人要有良心 就是這些人 這些就是香港人 典型的 香港仔 聰明仔 只懂得賺錢 有好處就捱過去 你這班人 跳船你們是最厲害的 基本上有好處就一窩蜂湧過去 不好意思啊 我更正我的說法 這些不是典型香港人 這些是在時代革命以前 典型的藍絲香港人 甚麼東西都是以 建利亡義就是這些人來的 基本上是小人來的 這個是原本 時代革命以前的香港人 現在時代革命之後的香港人 你不好意思 你一定沒有份 香港人時代革命之後的真正香港人 團結 講義氣的 肥佬黎 黎智英被人拘捕 義不容辭 我未必同意做的那件事是對的 但是大家義不容辭 最低限度 一萬和你賣光所有蘋果日報 甚至乎連他的股票也買了 這件事其實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不過不要緊 最低限度告訴你 我們可以做到這樣 你們怎麼會做得到的 你快點想到甚麼時候跳船 這節講到這裏了 你混蛋了 歐騰華 拜拜 響鐘